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夜行人 天网暗幕即将播出 2013年11月20日晚 家住内蒙古通辽市库伦奇的老李和妻子林某 早早吃过了晚饭 收拾完屋子之后 林某闲来无事 并提出要到女儿家中去串个门 女儿有了身孕 女婿又在外出差 一连好几天 林某总觉得心里不踏实 林某总觉得心里不踏实 早起天来总是没完没了 独自在家的老李困得眼皮直打架 已经快到半夜了 妻子怎么还不回家 老李试着给妻子打了个电话 却发现林某出门时 根本就没有带手机 这母女俩该不会是出什么事了 老李随后拨通了女儿的电话 可是女儿说 母亲在八天左右就已经从她那里离开 回家去了 老李听了这话心里很是纳闷 自己家和女儿家只有四五百米的距离 走路顶多只需要一刻钟 妻子为什么现在都还没回来 她会不会因为什么原因 去了别的地方 在老李家的旁边有一个宾馆 老张是这里的一名刚夫 这天一早 他远远地听到老李喊自己的名字 就是河那边 洞边 小林子喊我 张哥 这底下好像有人 我说谁呀 那时候也看不清 宾馆门前是一条很窄的河沟 一大早怎么会有人在沟里 会不会是昨晚有人喝醉酒 失足掉下去了 我那一瞅 就是一个白富特拉的一个 就是我以为上就做那个 大商场卖一部那个 收料的那个模式呢 他说死人了 我说谁呀 他说这是我们家里的 唐道在河沟里的 竟然正是老李的妻子 林某 接到报案后 库仑器公安局的民警 迅速赶到了现场 很残忍 很残忍 头面部砸得去入幕后了 可以说 根本看不出这个人这个脸了 经过初步判断 受害人林某 死于重度开放性颅脑损伤 这个女的身上财物 没有 但是手上戒指 耳钉了 什么项链了 什么都没动 民警从丈夫牢里口中了解到 林某出门前 既没有带包 也没有拿手机 倘若他是遭遇了抢劫 嫌疑人为何在杀害林某之后 却不带造其身上的贵重饰品 各部的骨肉都是粉类性骨折 这说明什么呢 死者生前 受到这个较大的冰击物体 打击做制 民警在距离尸体不远的地方 发现了一块带血的石头 长约40厘米 重打5公斤 上面还附着着一些死者的头发 民警初步判断 这应该就是嫌疑人作案时 使用的凶器 粉对性的这个打击 还是多次打击 咱们正常粉丝刀 应该是这种心里边 不属于中国正常的人 按一般人来看的话 这个人的仇恨是积攒到一定程度的 才可以下落人身 究竟是什么人对林某又如此深仇大恨 民警很快对其社会关系展开了调查 受害人林某今年49岁 是一名即将退休的幼儿园教师 针对林某社会关系的调查 竟然一无所获 这让民警感觉十分困惑 这个人得下多狠的手 所以说这个仇杀的真面 也肯定会有 现场所处的位置 是林某回家的必经之路 不仅路两侧有居民楼 而且南侧就是一条 航船库伦中心城区的主干岛 所以在这么一个现场里边 发生这样一个恶性案件 所以我们也感觉到 这样的话特别让我们感觉到费解 这距离太近了 如果一旦说受害人发出喊叫 那旁边就会有人听到 肯定会赶到现场的 嫌疑人在这样的地点行凶 显然不合常理 不仅如此 民警在河道的河坡上 发现有明显散落的砖土块 这应该是两人在土路上撕打后 划落至沟底时造成的 然而当民警在现场附近走访时 大家竟都称 在案发当晚没有听到任何异常的声音 民警不禁怀疑 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巧合吗 会不会是这里根本没有发生过打斗 这只是嫌疑人故意制造的抛尸现场 咱们结合各种想法和考虑吧 这就是伪造的现场 要是有这个神州大汉道 对起码的他的 有一把这个 折手的这个 作案的凶器 比方说这刀啊 或者是钢棒类的东西 不可能从现在来 捡到一个石头 就是打了这个毒刺 林某的尸体距离自己家 仅有几十米的距离 倘若真的有人伪造了现场 这个人会是谁呢 最后接触的就是 男性的那个什么就是他丈夫 对吧 离他们家又那么近 有时候这个 夫妻之间的事不跟外人说 你这个这些事 咱们也很难了解 那天夜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也许这起命案并不简单 城中闹市 一单身女子深夜独行 竟惨遭杀害 诡异现场 凶手反常的举动 令案情陡然沉迷 你在排查的时候 突然之间发现 我已经走到绝路 我到头 意外发现 监控录像中的神秘男子 究竟是谁 谁认识 没有认识 闹剧上演 他与死者之间 又有着怎样的关联 跟他吵架了 我还没说 打你车 你怎么跟着我干啥 夜行人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在库伦奇中心城区 一条河沟里 赫然出现的一具女尸 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受害人林某 今年49岁 她的家 就在现场旁边的 这座楼上 从嫌疑人的作案手法来 看仇杀的迹象明显 并且她还很可能 伪造了现场 林某究竟因何遇害 杀害她的凶手 又会是谁 最后接触的就是 男性的那个 什么就是她丈夫 对吧 离他们家又那么近 咱们心里也是考虑这些 民警一方面 对丈夫老李进行询问 了解其夫妻关系 同时要去路面监控 寻找蛛丝目击 这样前后两个方向辐射 顺着这个 这个女子的行动 那个轨迹 倒着往回场 这个位置 警方在现场西侧 一家商铺的监控录像中 发现了重要线索 20点32分 受害人出现在画面中 而她的身后 则有一名男子 紧紧跟随 通过调查 民警了解到 林某和丈夫老李 夫妻关系很好 结婚多年 两人几乎都没发生过 激烈的争吵 既然尾随男子 不是丈夫老李 那又会是谁呢 我们通过这个也是 找了周边的这个群众啊 也说谁认识 谁没有认识 此人和林某之间 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 为何在此前的排查中 民警竟然毫无发现 男子的身份得不到确认 而现场诸多不合理的迹象 也困扰着民警 民警沿着林某当晚的行走路线 进行走访调查 很快有一名三轮车司机反映 当天晚上八点多 曾有一名醉酒男子 在这里闹事 并且打了另外一名三轮车司机 根据此人提供的线索 民警很快找到了 当晚被打的那名司机 在林某回家的必经这路上 有一座桥 桥头经常有等客的三轮车 据这名司机讲 昨天晚上有一男一女 在前面的桥上招手打车 三儿 可是当他开到两人面前时 那名男子却并不想上车 三车司机问他打车不打车 这男的就不乐意了 我还没说打你车 你怎么跟着我干啥 没打车 我说没打车 那就是没打车 我还没打车 你怎么没打车 我今次说扶椅子 我现在不是一人 是没有打车 你真的是没打车 我应该做了 你怎么说 我明白 我应该是 这场闹剧就发生在林某被害的晚上八点钟之后 与其遇害的时间非常接近 这一情况迅速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尤其是司机对于白衣女子的描述更是令大家感到意外 因为林某遇害时恰巧穿的也是一件白色羽绒服 那名白衣女子会不会正是林某 难道她从女儿家出来后并没有立刻回家 警方推测也许林某去找了朋友吃饭 饭后她送喝多的朋友回家 当走到桥头时两人因为打车的问题 与三轮车司机发生了争执 通过调取监控录像 民警发现打人事件结束后 两人从桥北向东走 随后拐进了一条巷子里 然而当民警调取了巷子出口的监控录像后 却意外地发现 此时走出来的竟只有林某一个人 警方推测也许醉酒男子就住在那条巷子里 而命案应该就发生在林某独自回家的路上 在之后的时间里 她究竟遇到了谁 城中闹市 一单身女子深夜独行 竟惨遭杀害 诡异现场 凶手反常的举动 令案情陡然成为 这个男子是不是跟这个受害人 有这个感情关系 真假难辨 荒唐至极的闹剧究竟是谁来收场 这个人和这个死者遭遇以后 就是临时起义的这么一个动机 穿白衣服的女子正拉架了 她也没打架 苦苦追寻 白衣女子又如何成为破案的关键 谁愿意跳舞 这个体貌特征 有这么白色的这个羽绒服 身高多少 有没有这个这样的男朋友 夜行人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民警在对林某回家路线上的群众 进行走访的过程中 得到一条线索 就在当晚八点多钟 曾有一对男女 与一名拉克的三轮车司机 发生过激烈的争吵 醉旧男子的出现 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而司机对于那名女子的描述 更是让民警迅速警觉起来 恰巧林某在遇害时 穿的也是一件白色羽绒服 此人会不会就是林某 警方推测 也许林某从女儿家出来之后 去找了朋友吃饭 在回家的路上 他们与三轮车司机发生了争执 尽管司机自称 事后就驾车离开 但这场闹剧 也许并没有结束 在林某将朋友送回家之后 他究竟遇到谁 这应该是一次意外的遭遇 因为从案发现场勘察来看 当时嫌疑人来不及准备凶器 只好就地取材 用石块形胸 这就让警方对当晚 那名被打的三轮车司机 产生了怀疑 在被罪酒男子打骂之后 他真的回家了吗 平白无故被人辱骂和追打 也许现在正是一个 报复的机会 打架过程中 这个女 这个白衣穿白衣穿的女的 正拉架了 她也没打架了 这种情况 这个也是没打到她 不可能是这么大远 都是做这种事 三轮车司机是否具备作案的动机 还需要警方进一步查实 但倘若林某在回家路上遇到的并不是司机 还能是谁呢 民警试图通过监控 继续寻找蛛丝马迹 可是他们却意外地发现 林某与罪酒男子分手后 竟没有走向家的方向 而是一直向北进入了哈达土街 并且从此之后就再也没有出来过 根据目前掌握的监控录像显示 林某在玉海地点附近被人跟踪的时间 是8点32分 令民警感觉奇怪的是 既然林某进入哈达土街之后 没有再出来 他又是怎么到的遇害地 并且这两地之间又将近两公里的距离 以林某的步速 是不可能在13分钟之内走到这里的 难道当晚陪伴在醉酒男子身边的 那名白衣女子与遇害的林某 他们并不是同一个人 走坊中另一名在桥头等客的三轮车司机向民警反应 8点10分左右 一名最久的男子从桥北走到桥南 而此人正是之前打架的那名男子 8点10分左右了 他一看他一回来 就是嘴唇又又感觉晃在那 他也害怕了 他也怕累了 他也开三轮车 走 这名男子为什么要返回这里 难道他是要继续寻找三轮车司机闹事 民警推测 也许男子与三轮车司机打架的闹剧在前 林某从女儿家出来在后 当他走到这里时 恰巧遇到了这名男子 结合此前对于嫌疑人 很可能是醉酒之后作案的判断 警方认为 这名男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这个事件都是吻合 所以他的这个可疑点 就是这个嫌疑 更加上升了 更加大了 据三轮车司机回忆 他印象中 这名男子和白衣女子 应该是从桥东南侧的一个舞厅出来的 舞厅必要早安的地方 做什么注意这事 说谁走了 谁没走 说谁去了 根本就 翻译不出来 为了节省时间 警方将查找的目标 转移到了那名白衣女子身上 如果找到她 就一定能知道 醉酒男子的身份 三轮车司机这边 当时打架这时候 也发现一个情况 是这个女的拎着 一个袋 拎了两本书 据司机说 打架的过程中 女子手中的书 从掉落在地上 但具体是什么书 她并没有看清 说一个老师对吧 那会儿有个医中 咱们库伦有个医中 离那非常近 这就是大家那条路 你一走 也还考虑过学生 当时这块 库伦这块 正好是医院招生 招这个护士 有很多的医校的毕业生 都来库伦准备考试 警方立刻派出民警 到医院和学校 进行走法调查 谁愿跳舞 这个体貌特征 有这么白色的羽绒服 身高多少 有没有这样的男朋友 遗憾的是 警方并没有得到 关于白衣女子的 任何线索 而另一组 搜寻其最终去向的民警 也遇到了困难 20点19分 白衣女子 从星原路北口 进入了哈达土街 她沿着人行道 一直向东走 最后从画面中消失了 里侧就没有在 没有照片监控了 但从咱们从西侧 它出没出去 咱们掉这个 明日没出去 所以咱判断它应该 在这个商业住宅 或者是住宅有区 或者商铺 在这居住 哈达土街 是库伦奇新区的中心街 路两旁有七个小区 并且一层全部是商铺 要想在这里找到白衣女子的落脚点 无异于大喊捞针 醉酒男子销声匿迹 白衣女子隐喻闹事 警方下一步该如何查找他们的踪迹 城中闹事 一单身女子深夜独行 竟惨遭杀害 诡异现场 凶手反常的举动 令案情陡然成名 按一般人来看的话 这个人的仇恨是 积攒到一定程度的 才可以下雷人身 破案关键 警方该如何查实 白衣女子的身份 他既然上去是错误了 对吧 他就应该是从这出人 他们俩就有过 是说除了三个人 揭开迷雾 回家路上 他究竟是如何遭遇死神 夜行人 片方栏目正在播出 通过走访三轮车司机 警方得到重要线索 就在打架事件发生后 那名醉酒男子 竟然又返回了现场 而这个时间 与林某从女儿家 出来的时间高度吻合 民警推测 林某很可能在回家的路上 碰到了这名醉酒男子 如果此人就是嫌疑人的话 他为何要杀害林某 在这条短短的路上 两人究竟发生了什么 在寻找醉酒男子的过程中 民警将注意力 集中在了 与他同行的白衣女子身上 可是几番查找 此人却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这居住 或者是在这工作 咱们跟这个 然后再往回调 他既然上跳舞去了 对吧 他就应该是从这出来的 咱就往前推 18点28分 白衣女子和醉酒男子 从哈达图街走出来 进入了星远路 当他们走到老干部局门前时 却并没有向着舞厅的方向走去 而是继续向东 进入了一个小区 与此同时 民警还注意到 这时候 白衣女子的手中 没有拿任何东西 18点42分 这三个人 与路边等待的 另一个人会合之后 便向着舞厅的方向走去 而此时 白衣女子的手中 则拎着一个袋子 很显然 那个小区与醉酒男子之间 肯定存在着某种关联 这广电小区就三栋楼 咱们从这一点 就是说你是一家 来或你家人 或你家来起 来了一个客人 是吧 你能反应上 这个寻找 这个条件 要比那个 要好得多 很快 在广电小区内 民警走访到了一名群众 通过辨认视频截图 他回忆起 案发当晚 自己的外甥女 及其男朋友 曾到家里来找过他 据刘女士讲 当晚 自己的外甥女 小梅和男朋友赵某 来接她出去跳舞 三人在家里 拿了几本小说之后 便一起出门 他们在小区门口 与小梅的母亲会合后 四人便去了舞厅 刘女士说 当晚他们在舞厅 跳了不到二十分钟 小梅和赵某 便提前离开了 而随后发生的事 她便一概不知道 她俩在这个新原路 北侧 有一个唯一服装店 她俩在那 就是没结婚 但是同居状态 她俩是在那住 很快 民警便将赵某成功抓获 并在其住所内 发现了带有血迹的衣服和鞋 在证据面前 赵某对自己杀害林某的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 赵某为何要将林某残忍杀害 那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据赵某交代 案发当天下午 她买了韭菜 请朋友过来吃饭 两人推背幻展 不知不觉自己就喝多了 期间小梅的母亲打来电话 叫她出来跳舞 赵某听到后便也要跟着去 这晚上可能是命 我一年会不去一次 那天就不知道 发了血了 我说我也去 就要跟着去 喝了一瓶白酒的赵某 此时已经步履蹒跚 两人到刘玉士家寄了书之后 便和小梅的母亲一起 来到舞厅跳舞 在舞厅里 赵某没跳一会儿 便和一名女子吵了起 跳舞嘛 喝得窝了那走道 那还能好了吗 就是再好一辆 一斤桌白酒五十多度的 也是够呛了 应该调了 见字情景 女友小梅便拉着赵某回家 走到桥上的时候 小梅想打三轮车 可赵某却偏偏不坐 就这样 她和三轮车司机发生了争执 在被民警和路人劝走之后 赵某依然不依不饶 她走了没捉用 便把女友小梅给骂跑 赵某独自回到桥头时 发现三轮车都不见了 而恰巧此时 受害人林某走了过来 应该是就是说 我听这女人的武器 一看这女人 半夜你不回家 在这折腊 可能是有这种想法 或者跟人家 又跟人家 我说啥子 我过来打了一顿 至于说想打的 你想骂的 这啥玩意 你要说我 你问我清楚 我肯定不清楚 赵某将怨气 转移到了素不相识的林某身上 她一路跟踪林某 走到河口边上的暗处时 她突然出上去 勒住了林某的脖子 我在那喊 可能 完了我就撑在沟底 那他一喊 我就出了手了 我肯定就想控制 很难了 酒精的作用 让赵某现在都很难回忆起 当时的一些细节 想到自己的所作所为 连他自己都觉得荒唐至极 根源就是让平中的水 变成了肚里的鬼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法规定 饮酒醉酒与清醒状态 是一样的 同样承担法律责任 在众人眼中 赵某是个内向踏实的人 但是由于缺乏对自我的控制 在酒精的作用下 他变成了一名杀人犯 我爹妈现在61了 送上都送不了 有什么用啊 我这位呢 当他人都没当个 同样承受痛苦的 还有林某的家庭 如果那天没有碰到赵某 如果林某的身边有人陪伴 也许悲剧便不会发生 最好呢就是家里边有爱人 有兄弟姊妹 兄弟的 在夜间出行的时候 最好是能够陪伴一下 或者是上下楼的时候 接送一下 自己玩儿把子 要回来的情况下 我肯定会打个电话 让谁来接我一趟 或者是让朋友 直接给我送回家 不得不外出的情况下 一定要观察好前后的环境 然后呢 快步走 不要就是在漫步在那边想一些事情 单身女性一晚外出 要提高安全意识 尽量结绊而行 或者乘坐交通工具 避免地形偏僻和照明条件不好的路段 行走过程中 要留意可疑人员 并与陌生人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 只有时刻保持警惕 才不会给犯罪分子留下可诚之机 这既是对自己的爱惜和保护 也是对亲人和家庭的责任 繁华的中兴公园 突然发现一具无名尸体 不合常理的案发现场 无法推断的杀人动机 让侦查难逆方向 阴差阳错 使得本已迷秧的案情 更是扑朔迷离 陌生的朋友 天网栏目近期播出